嗨 各位 歡迎來收聽 還原的 週間廢話時間 今天想要跟各位聊什麼 今天想要聊一下 折刀的包央好了 那 昨天 應該說這兩天剛好拿到我新的 這個 這是 Spidercore PM2 那這把刀我其實有很久 這把刀其實我買很久了啦 已經有一段時間 不過它原來是 G10 餅的 那我這次買 這次剛好買了一對新的 銅的刀餅店 刀餅回來做替換 那 Spidercore 的刀有一個特色就是 其實每一家的習性不一樣 像是如果你是買 Sepensa 的話 等一下會來聊一些這些東西 Sepensa 其實就還蠻鼓勵你把刀子拆開來包一樣的 它原產有附潤滑油 有附摺刀 有附拆的用 LK LK 就是那個 內六角的 扳手 所以你可以很輕易的把這把刀拆開來 那這把刀很棒的一點就是它三個螺絲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同一個 LK 就可以把這三個螺絲卸下來了 好 Benchmade 也還OK 雖然它原產不會給你工具 但是它原產的螺絲沒有做什麼特別的處理 所以你應該也可以很輕易的把這些螺絲拆掉 把這把刀解體來做 Disassemble之後去做一些保養 但是Sepidacle就不一樣了 Sepidacle的螺絲其實它都有上 Locktie 螺絲膠 那它用的螺絲膠是屬於那種高強度不可拆的類型 所以基本上 要拆它的螺絲 是還蠻困難的 那不過anyway我拆開 那我拆開 那所以我今天想要聊一下 折刀的一些保養跟我這兩天想到的一些東西 大部分現在買美系的折刀 都是用所謂的Trux TROX的博士旗子 那大部分最多大部分大概是從T10到T8或T7 然後這就是Trux的螺絲旗子 如果你看它頭的話 因為它前面是梅花 那台灣的話一般會叫星形的螺絲旗子 因為它是六角形像 星形一樣張開來的 那這個大概是T9 那它這種有分 中間有動跟沒有動 有動的是Skew 那沒有動的話 就是一般的 那有動的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有動的可以拆沒有動的 星形螺絲 但是 如果你遇到有動的星形螺絲的話 就一定要用這種裡面有孔的 所以我買的時候 如果預算OK的話 我會考慮買這種帶有動的 好 但是如果是太小的通常就不用 為什麼 因為太小的螺絲通常就不會用Skew的Trux 但是還是買得到螺絲旗子 好 那這些 這幾顆 是我今天剛好 昨天剛好補貨 今天到 那包含這個 50mm的Trux的螺絲旗子頭 我也補了一些 那一般如果你是刀具保養的話 大概從T10 T9 T8 T7 T6其實很少見 所以大概買這四個好處就好了 那Trux有個好處就是 如果你是那種內六角的螺絲 那 不要太用力的話 用這種的也可以拆得開 或者說也會拿這個來去拆內六角的螺絲 其實是 轉得動的 那不要太用力的話 然後你的頭的品質不要太差的話 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如果你今天買到的是很便宜 台灣或是大陸做有一些 那我有試過 轉的時候 它這個 會 前段會扭曲 你就變得像麻花一樣了 那那個就是運氣 那就是品質比較差的 那以我的經驗 通常你買到一些 自稱什麼 台灣做 或是甚至沒有品牌的 那種通常很容易 那種通常都比較軟 所以很容易就轉回 那如果你要買的話 會推薦你直接找 像是Weha的 我這幾顆 新買的這幾顆 跟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起子 都是Weha的 然後這個也是 Weha 那Weha是德國的一家還蠻 OK的一個工具的製造產商 它專門做螺絲起子頭 這些 比較基本的工具 那品質也還不錯 那Weha WERA 這幾家我覺得都還蠻不錯 那Weha最近有跟小米 這是小米的 這是掛小米的牌子在賣的 這也是 那這兩組都是蠻推薦 那一般標準的螺絲起子是 4mm quarter inch 是4mm嗎 好像是 6mm 應該是6mm 那也有賣這種4mm比較細的 這個一般叫micro bit 那你剛剛看到那個是所謂的bit 起子頭 好 那昨天要拆其實就有點尷尬 因為我昨天用紙袋的一組這個回家 那我另外從抽屜翻出一股 之前買比較便宜的工具組裡面的起子頭 然後我硬把它轉開 那有一顆螺絲硬是轉不動 後來如果你真的有遇到要拆spider口 但是如果你 拆不動的話 我後來發現一招就是你先把刀子泡水 泡水之後 用打火機器去燒那個螺絲的位置 然後看到水開始冒泡就好了 燒到那個水開始滾開就好 為什麼呢 那通常螺絲膠在高溫的情況下就會 鬆開 所以如果你遇到那種螺絲有點焦拆不開的情況下 通常用打火機烤一下就可以解開 但是要注意的是我剛剛有提到泡水的時候 因為它原來的餅是G10的餅 那種是塑膠其實沒有到很耐高溫 所以如果你用螺絲 你用打火機直接去燒那個螺絲的話 很容易把G10烤軟變形 那那個餅可能拆下來就不能用了 或是你可能會刪到其他塑膠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會推薦用 先把餅稍微泡一下水 用那個水當作一個溫度控制 就是你看它滾 水滾的時候就100度 所以它滾的時候你只要看到水還在滾 那你覺得它還沒有超過100度 那這個溫度其實也足夠讓那個螺絲膠鬆開了 所以anyway 昨天稍微烤了一下之後 我就把這些螺絲都解開 然後也可以順利的把這個 銅的餅換上去 還不錯 可是換上銅餅之後 有一個確定就是餅會變得很重 雖然手感變得還蠻不錯的 最近還蠻很多這種銅的東西 我是覺得我最近還蠻喜歡銅的氧化之後的質感 好 那拆這個時候我就發現它的有一個設計 就是它的刀柄的設計 它的中心套筒跟電片之間有一個厚度 它的中間有一個套筒 那那個套筒的厚度固定了之後 那個套筒的厚度就會等同於刀片的厚度 那所以它會直接壓在它兩片中間的兩片銅電片上面 所以依照spytacle的設計 Parameter的數字就是你的螺絲轉在緊 你的刀子的滑順度都不太會受到影響 因為那個滑順度取決於刀子 刀片跟電片之間的間隙 那那個間隙其實已經被中間那一個螺絲中軸固定住了 所以你的spytacle基本上不太會遇到鎖太緊 然後它刀刃打開的時候會有阻力 所以你會看到網路上有一堆spytacle的刀子 可以很輕易的用一根手指頭這樣甩開來 為什麼呢?就是因為它的那個刀軸的設計 不會因為你鎖的力道而導致它的刀身 夾到它的那個刀片 好 那 這樣講了大概十分鐘好 那接下來在聊什麼就是我看到那個設計之後就想到了Benchmade 抱歉講錯 Sepensa 我其實 買Sepensa買了 大概手邊Sepensa前前後後買的大概有五把吧 包含我大學時代第一把收朋友的二手 收網友的二手刀 那把刀還在 那把刀已經整個實洗 整個這種實洗塗層的部分都被我磨到關 讓刀片從實洗變亮面的才一大堆刮痕 有機會我再把我那把Sepensa找出來 前陣子我刀片重新磨過之後 發現其實那把刀跟了我大概有接近15年了 我發現其實狀況還蠻好的 本來以為它的DETEND 它的那個定位珠有磨損 就發現定位珠那邊清新的時候 另外那根定位珠還蠻新的 然後鎖片吃進去的比例也沒什麼特別 所以Sepensa真 好 Sepensa真的是一把可以跟著你用一輩子的刀 雖然真是有夠貴 像小莎現在的韓琴家大概是快400塊美金 以太平的小折刀而言要賣到你 接近12000 其實還蠻恐怖的 那它的刀片如果你要換成大馬士格的話 就是加300塊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300塊的刀片 所以如果你要換一把 你要買一把 你要買一把 大馬士格的小莎 大概要花你將近700塊錢 300 大概要600塊 600塊錢 然後如果你要再換CGC 其實就是表面有掉的話 或是有襯片的話 又要再加個100多塊 所以小莎可以賣到你大概700 700多塊美金 其實以一把小折刀而言 還蠻恐怖的 而且你要考慮到它是S35 這把應該是S30V那時候 那現在新的是S35VN 那可是S35VN現在的行情價 大概是200多到300塊美金左右 所以它比一般行情 一般 太平的折刀整整多了 大概進 30%到40%的售價 整整貴的快三分之一 值得嗎 如果 你有去看 Chris Reeve 的工廠介紹的話 其實你會覺得 我是覺得值得啦 他們的整個製程 你會覺得就是 他把所有該做的部分 都做到了完美 像刀柄而言的話 他在刀柄出磨之後 他會用 Lapping 他會用金屬Lapping的方式 把刀片磨到他的標準厚度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他每一把刀的 刀身的厚度 跟刀片的厚度 的精度 幾乎是一樣的 厚度幾乎是一樣的 非常的精密 包含每個零件的高度 那他的 螺絲孔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的要求是在五條內 他的這一個 拇指柱的洞 這時候錫孔 他是要求在兩條內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是大概抓兩條 因為他這個是用緊迫的 用緊編 就是加熱刀身 然後進去之後靠冷卻之後 他這個就變成黏在一起了 所以他這個基本上 沒有任何 就是單純靠 公叉 密合 密合 單純靠 密合去做固定 其他的刀有嗎 其他刀我覺得不敢 你看到拇指柱的話 像是 Benchmade Benchmade 他這是用對鎖的 用螺絲對鎖的 那 Sepensa也是少數 他在中軸有做套筒 所以那時候我才會想到這一把 Spidercore 那時候看到他的這個設計 我才會想到他 Sepensa 因為Sepensa的設計 也是類似的做法 就是 他的中軸套筒的厚度 他的軸心中間有一個套筒 那個厚度 剛好就是刀片加兩片 墊片的厚度 所以當你刀身縮緊的時候 那個力量 夾住的力量 是靠那個套筒撐住 所以 刀身中間 兩片刀柄中間的 寬度是固定的 剛好就是 讓刀片可以自由活動的寬度 所以他很 樂意你去拆他的刀 因為只要你經過妥善的清潔 你就組裝沒有問題 任何一個人 都可以讓刀子 恢復到之前的 狀態 你不會因為你鎖太緊 你鎖太鬆 導致你的刀子打不開 不會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 很舒服的detain的那個聲音 這就是 Sebenza 看起來 好像 很沒有特色的刀 但是他在很多 小細節的部分下了功夫 讓你買到了一個 可以用一輩子的刀 然後他原來也是說 那你刀子有問題 你就送回去做保養 他也很歡迎你把刀子拿回去做保養 當然在台灣這是一個比較麻煩的 為什麼 因為台灣你要把 這把刀寄回美國 其實運費來回其實蠻貴的 那原廠就是說 你寄回去之後再付10 我記得好像是付10幾塊美金 他就會整理好之後 把刀子寄回來給你 那中間那個整理的費用是不要錢的 那我有看過朋友出保固 就是他的刀身 有裂痕 這邊有裂 或哪邊有裂 好他寄回去 原廠就幫他換了一 主新的刀片 不過他很幹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刀片那時候是BG42最早的版本 結果原廠送回去之後 幫他換了一片全新 現代版的刀片 那是30V的 然後他覺得他就是要老板的 他去跟他要 可是原廠的說法就是 你原來的刀片已經受損了 所以我幫你換了一片新的 那片刀片已經是不良品 已經被我處理掉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的是 你要的就是一把 可以用的刀 那Sepensa就是 你痛一次就夠了 因為基本上他就是可以陪你 三三九九用一輩子 那當然你可以花 後來我記得他的做法 就是你可以花錢 原版的刀是150塊錢 如果你要大麻士格的話 就是300塊錢 如果沒記錯的話 美金 那你可以直接付錢 跟他買一組新的刀片 好 那 這是我今天要聊的嗎? 今天我想要聊的是 軸心 跟墊片 其實折刀 折刀有很多地方是 有很多學問 我覺得 一把好的折刀有很多學問 那這幾年來買 折刀我其實 摸了很多 從最便宜的 雜牌 三刃木 到比較好一點的 到 CRKT 爆殼 然後比較好 再來比較好一點的 到Benchmade 到Spytical 到現在很多 奇奇怪怪的常常跑出來 在我那個年代 一線的 Benchmade Spytical 就是高級折刀 那 Sephanza 就是所謂的特級折刀 那再上去 比Sephanza好的 基本上就是手工折刀 那那個東西 就不是買來用 那是買來收藏 所以我今天想要找一把 兼具收藏跟 實用性的折刀的話 Benchmade 就是那個年代的 頂級的刀款 抱歉 Sephanza 就是那個年代頂級的刀 我一直 我拿海中 不知道為什麼 這兩個都一直搞混 一直在搞混 那 折刀 可以看到現在 幾乎大部分的折刀 都是 Flame Lock 高級折刀 大概有 接近一半 我沒有隨便抓 隨便抓到的數字 就是你看到好的折刀 就是 只要沒有什麼特別的 的鎖定 大概都是用Flame Lock Flame Lock Flame Lock 已經非常普及了 可是 大家要想到Flame Lock 最早是 Sephanza Sephanza 的Chris Lieber 是第一個發明 也不是雙發明 我覺得它是一個 Improvement 就是從原來的Liner Lock Improve 到整個 用整片 倒柄去做鎖定 它不是個很 奇特的 突發奇想的設計 但是它是一個 很成熟的設計 我覺得 Sephanza就是這樣 它就是把所有 最好的東西 Apply到一把刀上面 Function上面的 最好的東西 當然 Design的部分 見人見人是 Sephanza的刀 喜歡的很喜歡 我覺得不喜歡的 大概也 一定都有啦 好 那時候還有 Eso Lock 可是這種其實是相對比較複雜 但是Sephanza我覺得就是一種 剪接吧 它沒有什麼零件 扣掉了刀夾之外 它就是兩片 鈦合金加一片 不鏽桿 沒有什麼額外的 沒有什麼花俏額外的東西 拆開來包養也非常的簡單 它就是一把Walking Knife 高級的工作刀 那還要加什麼 那 除了鎖定之外 我覺得 鎖定其實大家看外面看得出來 就是你看刀子 誒我買 這是 Flame Lock 我知道 這是Eso Lock 這是 Spytacle自己的 Compressor Lock 其實 你看得出來 但是 有一個東西你不會知道 除非你把刀子拆開 就是它的 軸心跟 墊片是什麼 其實以前有一段時間買刀 其實我很掙扎 像 大概2000年 就玩到一段時間 大概2010年以前吧 就是 因為那時候其實還蠻常在網路上買東西 那時候就一開始在網路上買東西 那時候在網路上買刀子 的時候都要讀 讀什麼 就是它的軸心到底是 鐵芙蓉 還是 靈銅電片 那現在有 滾珠軸成的 電片 好 鐵芙蓉電片 或所謂的塑膠電片 那是 我絕對不會碰的刀子 不管再好 為什麼呢 因為那種東西就是不耐用 為什麼呢 因為塑膠本身有一定的壓縮性 所以第一個 它會有一些play 它 鐵芙蓉電片是會有一點點變 會很難去鎖到 沒有play 不會搖頭 再來就是 它比較容易吃灰塵 所以鐵芙蓉電片的刀子 用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軸心會很不順 雖然鐵芙蓉本身是很滑順的東西 但是鐵芙蓉電片的軸心 用久了會非常的不順 為什麼呢 因為鐵芙蓉電片會 因為有灰塵跑進去 然後久了 它表面又變得很粗糙 所以鐵芙蓉電片基本上是我不碰 那後面有一些高級的刀 開始就用了 所謂的靈銅電片 像Sepensa那時候就一定是靈銅電片 那我記得那時候的 Ventimate也開始用 像這把最早的Gravitalian 最早的塑膠板也是用靈銅電片 那我覺得靈銅電片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第一點它有 為什麼會有靈銅 因為它本身有滋潤性 其實用銅單軸成的 單一種固定式的軸成 其實是 在金屬業已經很久 就有了一個做法 為什麼呢 因為銅跟 銅本身有一點滋潤性 所以靈青銅電片的 潤滑效果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靈青銅電片本身 它沒有 它的看壓性比較好 所以當你鎖到一個程度之後 它其實是不會有Play的 所以大部分的這種 電片其實不會有刀聲換動的問題 那這幾年 最早應該是 忘記哪一家了 開學嗎 還是 它沒有所謂的 IBK區嗎 Anyway 它是所謂用 滾珠軸成的方式去做 它其實最早的做法就是 它在軸心的周圍洗兩個溝 然後放像是 一般 培鈴的裡面的滾 的乾珠或是陶瓷珠 就是把軸心當培鈴再處理 所以你會看到 從那個時候 有滾珠軸成開始 大家做到 你就會看到 Flipper 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的刀 如果你是用這種 頂青銅電片的話 你很少看到有人 因為 翻不過來 甩不出來 它會有阻力 而且它沒有辦法控制那個阻力 因為電片本身雖然有 銅電片雖然有滋潤性 可是它畢竟還是會有 一定的阻力 而且你加的油 的不同 它其實阻力會不達 所以很難去控制它的 Flipper 但是滾珠軸成本身就是一個 方便轉動的東西 所以滾珠軸成的刀 滾珠軸成出來之後 現在越來越多的 所謂的Flipper 以前在還沒有滾珠軸成的時候 我看過的Flipper 都是用鐵蜂電片 那種東西就只能 完善用 但是它 不能拿來出用的刀 史Benza那時候會號稱 會有名 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刀 非常的出用 因為它的 墊片是銅的 它本身刀的軸心 刀軸又多了一個 套筒 所以強度會比一般的折刀來得好 但是說真的我也真的很少看到 有折刀 從這邊出問題 所以我 這種 Over Design的東西 其實 我覺得很多都是 三夜互吹 好 鐵蜂電片不看 鐵蜂電片基本上 看到我就 就放棄了 那我們就來聊聊 靈心銅電片跟 滾珠軸承電片 到底哪一個好 以我個人的話 我喜歡 靈心銅電片 如果滾珠軸承電片 這麼好的話 它 靈心銅電片不會現在還在 它還在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個 以出用而言 靈心銅電片是最能夠承受 側向實力 就是你的刀 拿來敲 拿來扳 或是 左右受力 銅電片 是最能夠承受這種 壓力的 滾珠軸承電片 它其實在 開啟的時候 雖然很方便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是 我們想想看 滾珠軸承就是一圈乾珠嘛 所以當你側向 受力的時候 敲 轉 壓力的時候 它是那顆珠子去頂住 它的刀柄跟刀身 可能 當它側向收力的時候 那個珠子 可能會 壓 在你的刀身上 壓出一點痕跡 揪了 你的 尖細就會慢慢跑出來 你的刀身跟 刀片 跟 軸承之間 大概會有一部分的耗損 靈心銅電片 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為什麼 因為第一點 靈心銅電片的 電片本身是損耗品 你去看 如果你有拆開來保險 你會發現 通常刀身跟 刀片 是不太會有磨損 你會看到電片上 會有很多磨損的痕跡 那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經過涼滑 良好的涼滑 的話 磨損的痕跡多大 都是在電片上面 所以便片本身是一個承受磨損 但是 滾珠軸承的滾珠非常的硬 一般滾珠軸承 不管你是用乾珠 還是用陶瓷珠 那個硬度都比刀身跟刀比來的高 所以當你 長期使用這樣 敲的時候 其實 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把已經有一點點 就是 不知道聽不聽得到 那就是 慢慢會磨出 在刀身會磨出溝槽 所以滾 那 還有一點要特別注意 就是 我看過有一些 Flipper Flipper 那什麼呢 就是 如果它的Flipper 刀身是 不是金屬的 像是G10 像是 像是 碳纖維 那你可能就要特別注意 它的刀身這一塊 它的 軸承 跟 碳纖維啊 什麼之間 有沒有 做處理 我知道ZT 我有看過他們拆刀子的影片 像ZT的刀子在軸 如果它的刀身是碳纖維的話 它在 滾出 它們刀還蠻多的都是滾出軸承 滾出軸承 滾出軸承跟 碳纖維的中間 會有一片 金屬 鐵的電片 那個電片就是用來 承受那個 滾出 魔號用的 我相信應該沒有白癡刀 有刀子 或者沒有加那個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滾出軸承的刀的話 你的刀身 你的刀柄 之間的硬度其實就蠻重要 為什麼?因為滾出比較硬 滾出比銅硬多了 那滾出在 開刀的時候 那個滾動的時候 會慢慢磨出一些溝槽 那那些就會讓你的刀子的 滑順度 有變化 那再來就是你鎖 你鎖得越緊 它的 刀身的壓力跟滾出之間的 壓力就會越大 然後你在開動的時候 你就變成好像 你還要一直再去洗那個溝 那慢慢的就會有一些溝槽 跑出來 這些都是我覺得 滾出軸承的刀要特別注意 當然你要 這些都 有些都是起人有提 為什麼?因為 這些損耗要 大到你 有很明顯的變化 甚至大到你去調整中軸去 補償這個變化 無法補償變化的時候 可能這把刀也差不多廢掉了 除非你買大把刀的功能 就是每天來 開開 觀光 沒有做任何切割或使用 要不的話這些 我講到這些損耗的部分 其實會 遠遠超 的耐用 應該不至於在你的 正常使用範圍內 感覺得出來 有明顯的 衰減啦 不過anyway 如果可以的話 我其實還蠻喜歡 銅墊片的刀 好 這是墊片的部分 再來就是中軸了 Sepensa的設計就是 它的中軸 有個套筒 它固定了軸心的厚 寬度 所以不管你兩邊 鎖螺絲鎖得再緊 都不會影響到它開刀的流暢度 但是如果你是買 像是 一般Benchmade的 或是有些像這種刀 它的中間就是一個 對鎖的螺絲 那這個情況下 你鎖緊 放鬆 都會影響到它的開合的 流暢度 所以有時候 煮回去的時候 有些刀就是要 那邊微調個半天 那所以其實 這種刀都 建議一定要刪螺絲膠 一定要刪螺絲固定劑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調好了之後 你會希望那個 螺絲的位置不要跑掉 那 Sepensa的 二五個 後面有一個音什麼夠的 彎掉了 它也是用對鎖螺絲 它就沒有中軸套筒 那它那款刀 它就會附給你 螺絲膠 讓你在調整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可以讓它固定在那邊 不會再跑掉 後來被罵翻了 所以Sepensa的 這款是二一 那包含它的現在 去年初的 最新款三一 都還是維持原本 中軸套筒的設計 好 那 今天 就是想要跟各位聊這些我剛好想到的東西 那 Sepensa 我手上的 我去盤點了一下 我發現我手上大概 都是二一 我有 兩把大的 我有兩把大的 跟兩把小的 Sepensa二一 還有一把最早 大學時代買的 那應該是Classic 我中間買過Regul 後來 買掉什麼 因為我不太喜歡Regul 那種感覺 我還是覺得Sepensa 這個線條非常的簡潔 那最近看了一下 三一的開箱文 我發現三一好像也還不錯 三一最大的差別在於 它把 定位珠 跟 鎖定 鎖定點整合在一起 那 少了這個孔 它改良了CNC的製程之後 可以不用這個 這個孔其實是 在刀片 撤銷的時候拿來 把刀片固定在機台上的一個 定位點 所以它在新的製程的時候 把這個拿掉了 那其他的部分 我看了一下Review 好像沒有 太大的差別 所以我還蠻期待Sepensa三一的 那 我最近也蠻想要再找一把 大莎士 大馬士格刀片 雖然它換了新的 大馬士格刀片的供應商 不過 看起來好像還OK 所以我想要再收一把 大莎是 大馬士格刀片的 不過 大馬士格刀片的大莎 可能就要 700多塊美金左右 所以 不知道 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個價錢是有點貴啦 好 謝謝大家收聽 那 如果想要了解Sepensa的話 我蠻建議 像是 你去查Sepensa的Factory Cris Liv Factory Tool 我記得 BladeHQ有出一部影片 就是介紹他們的工廠 那 Chris Liv本人有出來跟大家聊 他的 一些 一些 想法 跟他一些 對製造刀子的執著 跟 整把Sepensa製造過程中 他有哪一些流程的部分 我覺得 有些東西是這樣 就是 有些東西是看Design 像其實很多刀產 現在很多的刀匠是這樣 就是 以前的刀匠 全部都自己來 就是 他要自己設計 他要自己生產 所以以前的刀匠 是比較全能 那 可是現在的刀匠 我覺得他 大家的分工會比較 開 像是 anyway 像是這把好了 這把刀的刀匠 就不是真的 真的製作刀的 廠商 所以這把刀匠 刀匠跟 刀的 工廠 代工廠 給了造型之後 其實 刀匠可能 本身沒有 參與太多 實際刀的製造過程 可是 Sepensa不一樣 Sepensa是 CrisLiu本人 從 設計 工廠 全部都自己包 所以他整個 idea 就是他的整個精神 其實 完整的體會在這把刀上面 我覺得他 那時候 看他的 工廠的介紹裡面 有句話 他做刀的 精度要求非常高 基本上是 涵太等級 這句話其實 滿戳動我的點 為什麼 因為 身為一個 理工 相關科學的 雖然我是土木系 土木系其實沒什麼精準的問題 但是 對於一個機械加工的東西而言 其實我很喜歡飛機 我很 喜歡那種 精密機械在運作的過程中的一種 漂亮 那 Sivensa 在很多方面可以讓 給我這種感覺 雖然他看起來是一個非常 簡單 不太需要精度的東西 但是你很難想像到 他在生產這把刀的時候 投入了多少的功夫 不管是刀片的 厚度的一致性 平整度 跟鎖定面的一些處理 甚至連打動 刀上每一個孔 的 增圓性 跟他的寬裕度 看到那些之後 就會覺得說 Sivensa 真的是一把很好的刀 雖然他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欣賞他的好 另外就是我其實買過 還蠻多把Sivensa 其實 我有比過 其實沒把Sivensa 雖然像這個刀型就是Sivensa 21 沒錯 可是你會發現他 以前買的21 就是比較舊的21 跟我後面新買的21 他在有一些地方 會做一些改進 不太一樣 像是鎖定片這邊 就發現他其實 都是機械加工的東西 為什麼會有差別 我覺得就是他在 這幾年的生產過程中 他一直去打磨這個刀款 打磨到 他把所有他覺得好的東西 都做在上面 所以Sivensa是個 非常洗練的設計 跟洗練的製造過程 的結果 跟有些刀其實不太一樣 因為有些刀 像 像 PM2好了 他的刀型還不錯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他其實沒有什麼改進 他的刀就這樣 那你會看到 他賣很多副產的改裝套件 可是實際上你會看到 他的新刀 跟他的舊刀 其實 你會感覺得 感覺不出來 他有做任何 更改進 那另外 Sivensa有一個好處 就是 他的零件 都買得到 像原廠有在賣 他的對鎖螺絲 所以今天就算你刀子出問題 這就要扯到我另外有一把刀 我另外有一把刀 等一下 這把 這個是 Spidercore的 Boei吧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把刀 刀型 我也帶了一小段時間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發現一件事 什麼事情呢 我發現 為什麼我的 看得到嗎 為什麼我的尾神孔有兩個 百思不得其解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把刀 雖然有點貴 可是他的刀身 他是有點弧度的形 他不是像這種 就是平面的 太平 Sivensa也是平面的太平 他是有點弧度的 刀身 其實你看側面 他是中間有點凸起來 所以他的刀非常 握起來非常的舒服 貼手 不管左手 右手 他有一種貼 貼著你掌心的感覺 按刀身 又寬又寬又薄 是我很喜歡那種切割性很好的刀 這把現在就是擺在我的床上 我也帶了一段時間 那他是 這是 Made in Taiwan 台中 台中做的 CTS XHP 也是蠻不錯的鋼材 我也帶了 直到有一天我發現就是 它有兩個閃身孔 為什麼 一顆螺絲 兩個洞 都是 看得到後面嗎 欸 那後來才發現 仔細看才發現 這個是螺絲孔 我這把刀 少了一組螺絲 它本來應該是三顆螺絲 但是我只有兩顆 蠻shock的 然後我就 我是把刀是跟朋友結的 所以就問我朋友 欸 你有印象嗎 他說 欸我也沒注意到欸 因為很正常啊 因為其實這兩顆螺絲 鎖緊之後 它中間的 這個其實它是很牢靠 它的 其實兩顆螺絲就夠 其實甚至我就覺得 沒有它一定要兩顆 因為只鎖一顆的話 這個會跑 所以它這兩顆螺絲就夠 它第三顆螺絲 其實可有可不用 但它沒有 所以 你的正常使用 刀子本身強度 都很好 你不會有感覺到 有任何問題 少了這一顆螺絲 所以它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大家就用了 大家就是這樣子 用了好幾年了 那我發現了之後 我就想說 我就寫信 因為 我本來是做客服嘛 所以我就寫信 英文溝通 OK 我就寫信給 Spydercore的原產 說 欸 我少了一顆螺絲 可以 跟你們買嗎 我還傳了照片給它 喔 他說好 他跟我要的地址 我完全 好像也沒有跟我收錢 然後他寄了一顆螺絲給我 可是這實際上它是 它是對索 它是一個螺絲 跟一個套筒 所以它其實是兩個 我發現它其實是兩顆螺絲 加中間一個 柱鑽的螺絲 螺絲 螺母 那你也買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螺母是 有一個缺口 它是低字型的 它不是圓的 所以你要買 你也找不到 你有沒有辦法自己去做 然後 它就寄了兩個螺絲給 它寄了一個螺絲給我 它也不是寄兩個 它就寄了一個螺絲給我 好 我放棄 那 Spidercore嘛 台灣有賣嘛 我就跑去 找 台灣的機銷山 請它幫忙 它也跟原產 去錄 但是後來好像也沒拿到 它 也沒錄到 那我在想 為什麼會這樣 後來我想到一個原因 就是 它這個設計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 螺絲的厚度 其實不一樣 因為這個螺絲跟這兩個螺絲 其實是 因為它本身 刀身是凸的 所以這個螺絲的距離 跟這兩個螺絲的距離 不一樣 這兩個螺絲的距離 不一樣 為什麼這邊比較薄 這邊比較厚 因為它剛好在刀身的中間 到別人中 中線的位置 比較厚 所以它中間那個套筒 我在懷疑 是不是它根本已經沒有零件 因為其實也不太會有人 像我一樣 整個這個不見的 它可能一般就是一個螺絲壞掉 或兩個螺絲壞掉 那這幾顆螺絲是共用 只插在中間那一根 柱鑽的 長度是不同的寬度 好 Anyway 所以這把刀 就是 永遠 可能就 永遠就是這樣 它永遠就少了一顆 少了一顆螺絲 的位置 那 也 我就固定放在 家裡了 反正大概就不會帶出去了 算蠻可惜的 所以其實你發現 每一家的刀子 其實用的螺絲 用的五金 其實略有不同 這時候就覺得 Servensa真的好 因為Servensa從 以前到現在 它用的螺絲的規格 都是固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非常精準的去 design 它的刀 所以它的小砂 這三顆螺絲 一顆 兩顆 三顆螺絲 尺寸是固定的 你拿最舊的版本 最舊的二移 跟最新的二移去互搭 它的螺絲也是可以共用的 而且不會有金屠商的問題 它也有單賣這個螺絲 所以你也不會有什麼 我的螺絲 不見了壞掉了 我買不到零件的問題 當然你如果是買一些熱銷款 像是Griptarian 或是Parameter 我相信網路上應該有很多 副產的螺絲 甚至原廠的螺絲 我不知道原廠 Servensa Spiderco好像不太賣螺絲 好像聽說也不太好要螺絲 但是外面有在賣它的副產螺絲 所以Spiderco也不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是買一些 比較特別的這刀 像是 它會 原廠有附螺絲給你 它有附備用 像 那 CKF它就 Customer Customer Nine Factory 這家 它有附備用的螺絲 跟 滾珠軸層的 滾珠給你 如果你今天是買一些 one of kind 就是它 像是這款 TECNO 一代我不知道它有沒有做 這可能不是很好講 我好像沒有買什麼手工合刀的習慣 如果是買一些比較 冷門款的刀子 它可能只出了一批 像 最好的例子 像這一把 這把停場了 已經停場好幾年了 所以我再相信 像這個情況下 如果它刀身的五金有任何的缺失 我在懷疑 你也買不到 Spell的零件 可以去做替換 這就是玩 Spensa的好處 就是 Spensa是最好 也不是最好改裝 就是 最好取得零件的刀子 因為原廠就會願意給你 到零件了 原廠就有充足的零件給你 而且它也沒有什麼零件 三顆 三顆螺絲 Washa 就這樣 好 謝謝拉拉收聽 也講了47分鐘 那就 最後 抱歉 最後也是一些小抱怨 因為其實 其實這個 問題其實很 對我的 對我 對這把刀子 對我的也其實 影響還蠻大的 因為 你很難接受就是 欸 刀子有東西不見了 終於是沒有人有 重點是我買二手的 我前一手也沒發現 然後我去跟 也 四個多年之後 因為 刀子本身是真的 而且它的位置其實 不是那麼的明顯 所以買刀子下次還是要注意一下 尋一下到底有沒有找什麼 買刀子大概就是看一下 刀身有沒有什麼刪 開盒順不順 刀刃有沒有自中 現在刀刃不自中的刀子 好像越來越少了 以前買刀真的要 蠻碰運氣的 就是你要買到一把刀子 刀身是自中的刀 為什麼以前的 墊片 啊對還有一個東西 為什麼不用鐵芙蓉墊片的原因 我為什麼討厭鐵芙蓉墊片 除了磨損號就是 當然它是這種 Liner Lock 或Fran Lock 因為它 墊片是往 刀子往這邊推 所以你遠遠發現 它的刀子會往 這個方向偏過去 因為它會受墊片的推力 所以它會整個 從中左轉往這邊跑 所以刀子一定會 打到其中一邊的刀身 好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囉